欸 阿公 阿公 你好 這是 阿公 你要臭罵 接到阿公準備掏錢 孫子三步並兩步 從樓梯上跑下來 阻止直接下主客令 沒事啦 趁一個老人在家 好 趕快 麻煩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阿公自己開門喔 不是我進來的喔 對 先撇清一下喔 好 不好意思 麻煩一下 雙方氣氛緊張 推銷人員撇清關係 說是阿公自己開門 讓他們進來的 原來孫子早就在樓上 發現有一組人 跑進家裡推銷 先錄影搜證 當事人指控女推銷員 先進來一段時間後 另一名男子又開門進屋 而他們推銷的 就是這組按摩媒體儀 也有其他網友說 剛才有個男的 來敲門說要送健康給我 另外也有人說 在人物成人溪街上 被推銷過 沒辦法把我推銷 回到人物當地 詢問當地住戶 曾經捧場買過 按摩器的老人家 是覺得還好 但看在晚輩眼裡 可能會覺得 對方是趁年輕人不在家 故意找上 沒有防備心的長輩推銷 假設如果有強行推銷 進入未經屋主許可 進入住宅的部分 可能會涉及侵入住宅的部分 推銷員是否涉嫌侵入住宅 警方說目前尚未接獲報案 但也呼籲 遇到來路不明人事 敲門賣東西 直接拒絕 避免吃虧 上當受騙 記者陳盛音 SNG小組 高雄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